灵魂是比UFO还要悬糊的一种存在 人们总是在问 人真的有灵魂吗? 人死后灵魂真的不灭吗? 没有一个人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 有人说 人死后即使有灵魂 那也是无形之物 已经脱离了物质的世界 怎么可能用相机拍到呢? 然而在现实中 的确确有人拍摄到一些鬼影 而这些鬼影 有时候还会与我们进行交流 大家好,我是Junius 欢迎订阅天马行空 点击小铃铛 这样你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影片通知 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说 五个被相机捕捉到的真实鬼影 楼梯上的东西 这是一名叫做Ryan Horse的男子 发生的诡异事件 Ryan声称 在他还小的时候 有时会在家中看到一个身高七尺的巨大黑影 据他说这是自己的童年阴影 他把这件事情告诉其他人 但并没有人相信他 有一天晚上 他决定拿起相机进行拍摄 尝试找出那个奇怪的巨星影 Ryann说这件事情的发生已经有七年之久了 如今他还保留了那段影片 从画面开始 Ryan尝试在家中寻找影子的踪迹 突然间 他从楼梯口附近 听到了诡异的脚步声 他便往那个地方望上去 结果真的出现了一个黑影 正在往楼梯上走 这件事让他感到非常的诡异 在此事件发生后 Ryan再也没有见过这巨型的黑色物体了 他说不知道是被自己发现了 所以他才离开家里了 你觉得Ryan到底拍到的是什么呢? 就在拐角处 在YouTube频道上 一个被称为超自然现象的冒险者 Robili Rob 在这段视频中 探索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废弃疗养院 当他进入一个特定的房间时 他却突然侦测到 附近的磁场 似乎非常的不稳定 优优独立小羊 他的助手突然发现 在Rob自己的肩膀上有一个花痕 这像是被人抓伤一样 可是当时他并没有觉得自己有被抓的感觉 但这还不是最奇怪的 Rob甚至没有注意到 他那天晚上捕捉到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直到后来他回顾了他的录像 他才发现这可怕的一幕 Rob在拐弯处捕捉到了一个看起来像是人影的物体 在凝视着他 他们当时无法相信这事实 因为实在是太诡异了 有人认为这或许是镜子反射出来的影子 但他们认为当时自己的确拍摄到了 他们一直在寻找的东西 你认为这是真的吗 苏林深处的影子 YouTube频道TVTwist决定探索 位于捷克的一个恐怖的闹鬼森林 他们携带了一个通讯设备 并尝试利用这个设备与鬼魂进行交流 可是就在交流不久后 通讯设备的电池便很快的开始耗尽 因此他们便决定尝试其他方法 但就在即将要结束的时候 他们便从身后的树林中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 据他们说声音好像是从小镜里传出来的 就在他们讨论的时候 一道黑影从小镜穿过树林里去 他们吓得赶快逃跑出去 事后他们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拍摄到的真实的灵异现象 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眼睛所见的事情 虽然很多人对于他们的发现表示之一 但一些人还是相信 这座闹鬼的森林本来就有很多灵异现象 你认为这是真的吗 影子人 一名叫Kent的人说 他搬进缅因州的房子后 便开始遇到一些奇怪的事情 他说他在半夜开始听到奇怪的声音 并在他家周围看到一道人的影子 Kent在自己的房子不断地查看 经过一番调查 他在自己的房子里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这间房子成是殡仪馆 从1906年到1919年一直都是殡仪馆 而且已经持续100年之久了 这也是他认为 为什么自己总会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 他把这段奇怪的视频发布到他的YouTube频道上 在对他的房屋进行调查时 Kent所听到的奇怪声音又再出现了 据他说 这声音听起来就好像在嘲笑他一样 在这个片段中 离奇的事件变得更加令人毛骨悚然 Kent说自己又再听见这个奇怪的声音 并且这次还有带着一股难闻的气味 像是从他楼上的睡房中传来的 于是他便拿起了相机 进行拍摄 他的确在楼上发现了一个人影 这个影子也把他给吓坏了 他认为这就是一切的源头 奇怪的声音还有难闻的气味 都是从他身上传来的 但有些网友觉得 这是Kent设计出来的造假视频 并不真实 但也有人认为 这种现象发生时 的确会闻到奇怪的味道 你认为这是真的吗 可疑的影子 这是一个名叫Wesley Wolf的男子 是在自己生日时所发生的诡异事件 在房子周围拍摄 看看这只狗在吠叫什么东西 Wesley 说当时他并没有注意到这奇怪的影子 也不知道自己拍摄到的到底是什么 影片发布到网上 也引发许多人的讨论 有人认为 会不会Wesley拍摄到的是名小偷 这影子的动作 看起来相当的迅速 但他说在录制视频不久后 他的父亲便醒了过来 开门让他进来 难道这会是Wesley喝太多酒 所产生出来的幻觉吗 但是影片中的确拍摄到了一个黑色影子 这又会是什么呢 一些人认为 这些鬼影不能被证实真的存在 是因为人们对鬼所产生的恐惧 导致精神上所产生的一种错觉 所以无法在现实生活中 找到鬼影的切实存在 但人们所拍摄到的鬼影 这些又怎么解释呢 真的只是巧合 还是相机的光影出现故障呢 希望有一天 这些问题都能得到解答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还不错的话 欢迎给我一个赞 还有订阅天马行空 点击小铃铛 这样你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影片通知 我是Genius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